爱加密学家密就看加密新团上班摸鱼 就看加密新团的直播 那么今天主要是回顾一下 昨天的Aptos主网上线了之后 那么社区有好多大佬人均2000刀以上的空头录到了 那可能大家有点FOMO 那今天大家一股脑去录那个速 但是它Discord那个水龙头领测试网的币那个通道 币堵塞了机器人崩溃了 那接下来还有哪项目值得交互的 那其实总结起来今天重点关注的 把一些信息拼入一下的 我找了一些东西 我觉得就是大概就是除了SOO 当然了这个双胞胎项目 再就是那个ALEO 之前软银投了两亿美金的那个隐私公链 还有ZIGSYNC也是可以持续的去多交互一些项目的 OK 废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还是一样的 回顾一下核心的行情数据和一些资讯 给取消高效资讯的资效的朋友 那可以通过视频下方链接加入Discord 设计也可以关注我们Twitter不走丢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核心数据 那今天的全家加密货币市场总市值了 来到了9244亿美金 相比较昨天增长了0.21% 那么交易数据呢 会去24小时下降了16.16% 目前是来到了434亿美金左右 比特币的市值占比呢是39.92% 相比较昨天下降了0.1% 50币的交易占比呢是在92.62% 他们恐慌指数呢 今天我们最后再刷新一下 看有没有变化 目前在23跟昨天一样没有明显的变化 那DefiLam的数据我们再刷新一下 看一看今天的全网锁藏量呢 是在529亿美金左右下降0.89% 排名前5的项目呢 这Convex Finance有比较大的变化 当日所长辆也下降了15.21% 那市值排名前100的项目 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 我们看一下涨跌幅的情况 估计24小时的话 涨幅最高的是USTC有13.83% 那一个项目两个数增长 其他的这个XCN还有Lido都还表现不错 那跌幅榜的话 我看看跌的最多的 今天跌最多的也没有太多QNT6% 那没有两个数跌幅 今天整体行情看上去还是不错的 那比特币的价格和以太坊的价格 还是在一个横盘的一个状态 以太坊跌到了1296 在1300之前来回徘徊 比特币的一样的没有明显的变化 尽管这几天的根据那个CryptQuant 那数据的追踪 是有一些明显距今超底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单比非常大金额的 那个买单在Coinbase上面 或者说场外ODC的 有很多大的买价在那去抄底 这些指标从这些飞尸的角度来看的话 是机构在进场那些信号了 那这两天的热点就是Aptos Aptos上线了之后 很多人通过它的主网的交互 领到了非常非常丰厚的空头的回报 那算是年度大毛 专业数学就是很丰厚的空头技巧大毛 那这个项目的表现 我们一点都不意外 那就是上线可能就割一波 然后横盘一段时间 那接下来怎么看的话 做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估值是上线 就是20亿美金估值的项目 目前9亿多的美金的市值 接下来怎么走呢 在这个熊市大环境的上线时间点也非常糟糕 短期的话我不大看好 中长期的话很难说 OK这是今天的核心数据的部分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今天的资讯的部分 今天资讯的话主要是有一个今天更新的重大投融资事件 Celestia 有点漫威宇宙的感觉 融资了5500万美元 BAN资本和Polging Capital领头的 那这个Celestia Foundation它是想做什么呢 我看一下它的网站 这里的描述是做一个模块化 区块化的网络通过共识和应用程序执行 分离到单独的面层等等等等 OK这部分是今天的核心数据和行情资讯 追求高效资讯的朋友 这部分都是为你准备的 接下来的话其实会慢一点 然后更多是Q&A的环节 再就是分享今天的核心的信息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份资料 这个update就是官方的这个A6的官方的这个 可以参与的获取奖励的这个东西 我发到了我们discord的项目汇总 主要是搜这个交互的 今天的话可能你交互不了 因为它那个discord已经崩了 但是这个交互确实比较简单 就是注册一下钱包 然后命质NFT 没什么复杂的 我睡醒价格已经7刀了 没事你虽然失去了一辆保时捷 但是你得到一台50红光啊 web redevelopment platform 做平台的 这个真的要好好研究一下 就这个了 感谢大佬的分享啊 感谢杭州麻袋大佬的分享 这个10周任务必须得做 这个真的是几十亿美金市值的项目 会很麻烦 但是说好了啊 20个地址起步 来扣1扣1 表决心啊 录20个20个地址啊 ok填很多资料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discord handle and tag 我说靠啊 如果对地址审格比较严格的话 那我没有那么的discord 这个时候就是我刚可以可以搞起来搞起来 至少录一个啊 至少录 随随报警 必须得做完 这个任务必须做完啊 这个项目方他有钱了 他有钱了 多搞点身份 这个项目必须要录 看看第一周 看week one week two 这个教程已经很牛逼了 这个追风live的教程已经非常 显示详细了 alchemy road to web3 第二周文图文本教程 如何使用alchemy harhat ether.js 开刷部署去中央合约 这个我搞过 这个合约我好 你记得我之前有看过这个教程 创建项目 harhat 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用的 就装那个东西的时候 老是老是他妈出问题 ok 测试合约 当你的页面部署成功 会实现一个脚本 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一种说是如空头 如羊毛 为什么感觉在项目方那里找了一份测试的兼职 帮项目方打工 感觉又回到了搬砖的生活 是不是有点违背我当初 妈的搞来搞去 让我想起那个黑人兄弟的那份 那个短片里面 他们说去抢银行 说偷偷的潜入银行 获取他们的信任 十年以后 然后就大摇大摆走进去 再把钱搞走 搞的跟上班一样的 多好路 你一边路一边碰到问题 到时候你就会碰到这问题吗 现在不知道 碰到问题解决问题吧 看个零三周 也好也好 学下开发 对不对 对你没坏处 那么熊市呢 我们就给这些土豪项目方 这些金主 给他们打 好好打工 是吧 利用大家不同的网络环境 不同的位置 进行位置 各个方面的设备的特点 给他做一些测试 到时候领一份工资 领个几千刀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 就是可能跑熟了之后 会不会更快一点 第三周如何 使用链上原数据 制作NFT 我感觉就是 他们学了一个校正 学了一个开发 项目方是很 真的很希望你学会 安排了十周的校正 花钱请你学 花钱请你学 这不比那些什么大学有良心 人家还给你付学费 不收你的学费 教你 你学会了之后 还有奖学金 我就觉得这个项目方 真的是有钱 就是真的是把爱 撒向人间 真的是很认真的 用真金白银 在推广web3 开发智能合约 全年目数脚本 第四周如何创建 NFT画廊 不行 这个跑熟了之后 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个跑熟了之后 我们得开一个线上的 社区专属的同步直播 对吧 给我先研究一下 大家尽量用Windows系统 统一网络环境 大家不要搞的 好几个不一样的系统 到时候同步的时候 就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 把这些常见的报错 不是搞环境 就是这些过程中 把这些常见的报错解决之后 你在反复录的时候 应该就顺畅了 主要是你录第一遍的时候 你的设备的环境 什么系统版本 七七八八的 会遇到很多困难 肯定是没有这么顺利的 Remix IDE 可以 IPFS 可以 水龙头 或许这是一个Fawcic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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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项目方为了让你们学习好 计算机科学啊 真的是操碎了心 还编了这么大的叙事 什么web3啊 十周的空头项目啊 就是希望你好学好开发 真的是suff 煞费苦心啊 资本家有钱真的是任性 可以调动很多人 在那熬夜的去打着录空头的名义 其实就在这里学技术 真的是深藏公寓名我靠 项目方太有钱了 估计发币时间比较长 没什么 无所谓 无所谓 延迟满足吗 只要是有的录的啊 久一点没关系没关系的 钱都是你的钱 反正到时候只要有钱就好了 对吧 你录完了之后这个项目 我觉得只要有上千刀 录几个号 我觉得就算是不买不白忙活 我觉得是可以的 这个项目我觉得 你录个几千几万刀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但是大佬除外啊 大佬可能不屑于花时间去搞这点钱 但是对我们这种还是可以搞一下的 熊是吗 你挣个几千刀不要嫌少 请我看看 是第九周使用OX ZeroX API构建代币交换的第二 OK 这真的是想把你交汇 Lens协议创建去中心化推特 最后一周 最后一周 你都要独立的去部署上线一个APP 可以可以 牛逼 牛逼 7次换个节点 IP变了 感觉不会特别值钱 不要感觉 牛逼 学习还要罚空投 我这项目还真的 录他录他录他 HU说感觉不会特别值钱 多录个10个号吧 这个项目难度确实比较耗时间 我觉得邀请链接 什么鬼邀请链接 没有邀请链接这个项目 HU说参考DYDX爆火的空投都会开启一波路毛巢 全过去 错过了XXX就不要再错过XXX 胡佳阳说开学了 冲了同学们 ALEXX说 如果空投结果把Grab3的offer拿到的时候 那不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币圈的项目方还是有情怀的 他受人予余 对吧 不如受人予余 他拿了这么多钱 他一下他的格局就大了起来 对吧 动不动35亿美元估值 融了几亿 融了很多钱 就是了1500万8000万 这里个2.5亿 我操 这里有2.5 现在估值是102亿美元的估值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了解到 没上线的项目估值最高的一个项目了 102亿美元的估值 我这个叙事是有多大 是要做什么 这不是10个独角数了 牛逼牛逼 Globe说Hashflow有录到吗 希望说团长你看那些项目完全不会编程的人能做吗 能做 你跟着一步一步来 他因为这种部署什么东西啊 他只是教你啊 去用他的功能 你不是原创 不是我自己要写个什么模块 我写什么功能 你不用 你就跟着他 把他汇的东西 他有的工具 你都给他做一半 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你帮他测试 因为你在这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报错 报错之后你倒是反馈给他 他就把他修复了 他其实是为了就录你的劳动力 对吧 他如果说他要在全世界范围招1000个测试 那成本多高啊 对不对 他通过这种空头的方式 有几千个人来自对吧 几百个国家的人 这种测试的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说你也不要光说光看项目方多么慷慨啊 他是算了这个账的 他这么大的一个软件工程 如果要全世界的人去去招测试人员 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他肯定要你招个几十个全职测试人员 那成本多高当然也是有情怀 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去中心化的一种协作的方式 韭菜笔说Cardano感觉下个牛要死了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现在有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 坦白讲 我觉得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总觉得他他最近的表现确实很差 然后呢 我又买了很多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也判断不出来 你说他有什么毛病吧 这项目他也没什么毛病 你说他没毛病吧 你感觉我感觉他哪都是毛病 所以说OKOK 今天的作业非常丰富啊 这十周的 大家赶紧赶紧搞了打卡 遇到报错的时候 在在群里面 正好大家一起解决 今年统一都用Windows系统啊 不要搞各种 好多不同版本的系统一起录 大家 不过你电脑多 你多搞几个系统也无所谓啊 无所谓 你双开三开都行 多录一点 我就搞三台电脑 同时开录 对 我几台电脑 我三台电脑 对 我同时三台电脑 同时进行 OK 今天可以了 收获非常多 我下班了 爱加密学加密 就看加密新团 上班摸鱼 就看加密新团的直播 我们明年同时间 再见 登登登登登